赵丽颖、林更新新剧与凤行正在热播中 剧情也是越来越精彩 新人物也不断在解锁 昨晚沈黎的情敌落天神女出现了 她是芙蓉君的姐姐 该角色由蜡木养子扮演 其行为举止就是喜剧人一枚 因此之前网友说该剧是清喜剧 看来还真是不讲 沈黎随后汇报了她在人间遇到灵界之人抓地线的事宜 这时候林尊的表情大变 可见后辈另有阴谋 而灵尊不让沈黎和刑旨在一起 怕的是她的身世被看穿 刑旨会将她杀害 这还得从沈黎的父母说起 沈黎的父亲叫凤莱 是灵界为了压制痴妹创造出来的痴妹王 但是负责看守的刘宇爱上了凤莱 两人生下了沈黎 但是被灵界发现了 母亲殉情 父亲被封印 就在她母亲快死的时候 将沈黎托福给了灵尊 并抽掉了她的妖丝 因此也只有灵尊一人知道沈黎的身世 而凤莱的扮演者 竟是徐海乔 那个赶扎刘亦菲的渣男 徐海乔今年已经40岁了 但是她的古装根本看不出年纪 甚至看上去比灵更新还年轻 她因为在《孟华录》中 饰演了刘亦菲的前男友而被观众熟知 被网友戏称第一个赶扎刘亦菲的前副歌 而在《与凤行》中 她饰演赵丽颖的爹 这也是她和赵丽颖的第二次合作 之前在《花千故》中饰演了孟璇朗 这一次演她颠竟毫无违和感 目前还未正式出场 只是在灵尊还给沈黎那颗珠字的回忆中出现过 但是她已经在网上和网友互动得不亦乐乎了 因为她吃魅王叫凤莱 但是吃魅王凤莱断句的时候 网友叫她王凤莱 于是她在网上发文 我是凤莱 不是什么王凤莱 沈黎也只能是凤梨 这一解释 沈黎瞬间被叫成了凤梨 只能说徐海乔还挺有梗的 顺便就来了一波巨宣 于凤莖即将开播 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 大家惊叹不已 原来赵丽颖和这么多人都曾组过CP啊 多年来 观看于凤莖和楚桥传的观众群体 似乎仍然是同一批人 我甚至猜想 可能还有一批观众同时也热爱着花千古 真是巧合啊 宇文月还在水里泡着呢 赵丽颖和林更新 却在这另一片时空重逢了 赵丽颖主演的于凤莖开播在即 似乎一下子唤醒了大家的潜伏歌记忆 网友们真是太疯狂了 楚桥传的粉丝们 无疑是我见过的最执着的粉丝群体了 无论我看什么剧 只要有跳河跳湖跳海的情节 他们都会忍不住想让主角去捞一捞宇文月 哈哈 宇文月都泡芙囊了 别再捞了 看看 这不 两人都转世到于凤行里了吗 赵丽颖的于凤行开播 评论区真是热闹非凡 一堆潜伏歌都被炸出来了 网友们真是太逗了 有网友甚至开玩笑说 师傅这状态还是先去挂个号吧 别惦记小谷了 看到他那对乌黑熊猫眼 我都忍不住笑到叉气 在这部剧中 徐海乔饰演赵丽颖的父亲 评论区更是笑声连连 敌涕炮都快笑出来了 而冯绍峰作为真前夫哥 网友们更是忍不住调侃他 瓜叔你就歇着吧 这个你打不过 你还在明兰地级我地级 任明兰这次老公是三界第一 赵丽颖的与凤行开播 评论区真是炸出了无数前夫哥 网友们真是太逗了 赵总也来凑热闹了 半下只是觉醒了一些中国人的爱好 修仙 凤腾 就算你承包鱼堂也没用 这十根千千玉指是用来指点江山的 不是挑菜的 与凤行即将开播 大家的热情真是高涨 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过去 与这些熟悉的角色重逢 真是让人激动不已 随着赵丽颖的新剧与凤行即将开播 网络上瞬间炸出了一堆前夫哥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部剧真是让人期待不已 从老九门的佛爷和新月饭店的大小姐 到吉小公爷和白月光 再到胖大海高 这些角色仿佛都在评论区里活跃起来 让人忍俊不禁 有网友调侃道 哈哈你是魔鬼吗 这种局咱就不参与了 还有网友则自信满满地表示 真的好颠 评论区统统给我让开 这是我的主场 而另一些网友则陷入了回忆 提起了七年前的新月夫妇 感叹时经飞逝 他们也在这一世爱的死去活了 随着剧情的展开 网友们对赵丽颖和剧中角色的喜爱 也愈发深厚 有人表示 我重生了 上一世我是贵族门法的贵公子宇文月 因为要求我的心 而被曾经好兄弟陷害而坠入冰湖 生死不明 这一次我重生成为的世间唯一的上古神行指 在人间遇到一个女子沈黎 她像极了我的心 这一次 我绝不会错过 在这个充满欢笑和感动的评论区里 网友们纷纷表达着对赵丽颖和与奉行的喜爱和支持 这部剧不仅让人期待不已 更让人们感受到了网友们的热情和激情 这部剧有不少演员和赵丽颖都是二打了 像扮演行指的林更新 扮演小桃的王子薇等等 最新剧情又发现一个和赵丽颖二搭的演员 就是扮演凤来的徐海桥 两人之前演过花千古 是师兄妹的关系 没想到九年后 两人成了妇女 赵丽颖扮演的沈黎的父母的故事也逐渐展开 母亲叫刘宇 父亲叫凤来 刘宇是沈穆月的师妹 比沈穆月晚三个月带入魔界前任君王六明的门下 凤来是六明制造出来的妖兽之王 真身是凤凰 但他却不受六明的控制 因为他爱上了将他养大的刘宇 就不再帮六明指挥其他的妖兽了 凤来出生就带有悲剧色彩 刘宇成了他生命中一抹亮色 两人相爱并私下结为夫妇 但情深远浅 羡慕大战后 刘宇怀着身孕去徐天渊见凤来 在徐天渊外产下沈黎 却因大出血难活于世 始终没见到凤来 仅有一门之格 就买股黄沙 可怜可叹 目前凤来只有一个镜头 故事还没具体展开 后期还会出现 为保护沈黎而死 后续还会回忆起 他痛失战后封魔的剧情 徐海乔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男演员了 这么些年 基本一直在古装剧演配角 暗恋剧本拿到手软 还有不少角色都很封魔 许多人认识他 就是因为让赵丽颖大伙的电视剧画千古 他是男四号梦玄老 在长流时是喜欢千古的师兄 但千古不喜欢他 到了人间他成了一国的皇上 但负起了奸上责任 仍放不下千古 还白了头 也是痴情人 没想到九年后等来了他们二大 这时都个备份了 徐海乔宣传与奉行时 也让人无信感慨 九年前千古 我还在身边 九年后 你也撑 多年暗恋熬成了爹呢 这期间他演了不少古装剧 好多都是爱而不得的男配 极品新娘暗恋李琴扮演的女主多年 结果竹马不及天降 着着风流式才智超群的沈金红 喜欢王立坤扮演的公主 为了公主的宏图霸业 哪怕知道被利用也甘之如頤 最后舍命 苍蓝爵也是恋爱脑 饰演的荣耗暗恋 郭晓婷扮演的师傅 为了救活他不心一天而行 最后因为被禁术反射灰飞烟面 当然他也演过渣男 像孟华路的欧阳旭 为了虔诚抛弃赵盼 而攀高枝 被人熟知的作品 还有醉玲珑 叶天子等等 角色不管是渣男 还是游侠少年 或是痴情的徒弟 徐海乔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既演得了正派 又演得了反派 演技实力在线 他的代布剧也基本是古装 谭建次主演的四方晚和 杨阳主演的凡人修仙传都有他 40岁的他长相依然俊老 身材也管理得好 还真看不出年龄 加上演技也不错 古装确实很适配 里面 光队